大家好,我是熊王 今天做味道甜而不逆 酥脆的曲奇饼干 提前软化好的黄油120克 室温软化到高涨 40克糖粉 用糖粉能使花纹清晰 加两滴香草精 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加 高速打发 打发至体积蓬松 颜色发白就可以了 打入一个鸡蛋 搅散 分三次加入黄油里 每一次都彻底搅打均匀 以免造成水油分离 打至体积蓬松 颜色发白的奶油霜壮 打好之后 筛入低筋面粉 加低筋面粉口感会比较酥 如果用中筋面粉的话 口感就会稍微脆一点 不断的翻拌按压混合均匀 不要过度搅拌 以免面糊起筋 细腻顺滑就可以了 选你喜欢的花嘴 倒入面糊 在裱花袋的肩部剪一个口 垂直用力 将裱花袋的尾部抓紧 挤出里边的空气 用一只手抓住 挤压出面糊 另一只手握住裱花袋中前端 绕一圈就可以了 挤到中间 收尾的时候 往中间一提 面糊就会自然断开了 或者用你喜欢的裱花嘴 挤出你喜欢的图案 烤箱提前预热 350华氏度烤15分钟 每家的烤箱脾气不一样 温度可以自行调整一下 最后几分钟 一定要在旁边看着 颜色微黄就要及时取出 刚出炉的取起饼干 还是有点软 放在架子上冷却 凉透后再吃 香甜酥脆 非常好吃 想吃就试着做一次吧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下回